官员您好 中国日报提问 2022年民进党当局大肆勾连外部势力 进行谋独挑衅 外部势力持续打台湾牌 请问对相关的形势发展有何预期 大陆方面将如何持续有效遏止 谢谢 好 2022年 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动荡 根源在于民进党当局 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一些国家的反华势力 出于自身利益 纵容支持台独 分裂势力 冒险挑衅 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目的是借台湾问题 遏制中国的发展进步 阻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解决台湾问题 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任何企图把台湾 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 都不可能得逞 搞台独分裂 注定失败 意外谋独 必遭清算 我们敦促一关国家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错误信号 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 新的一年 我们将坚决捍卫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决粉碎 台独分裂势力 谋独挑衅 和外部干涉图谋 坚定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和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 谢谢